因為我從小到大搬了四、五次家 我大概只有這一次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然後但是還是覺得活得很好的 就是 你們好,我是麗 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小坪樹家庭不需要的五樣電器 現在再來就是我們家的超級小廚房 現在能夠用的煮飯的東西 大概是我以前在舊家的二分之一倍吧 真的真的 就是因為我們真的放不下 我買了A就不能買B 就是我們經過了一番取捨之後 就會發現說 如果說你也是住在小坪樹家庭 或者是你在外面租屋 那有些東西的替換性其實很高 是可以都不用買的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住了幾個月了?半年 我們已經快半年了 快半年了 就是靠這些東西我們都還可以一直煮 然後像我的IG 我常常會分享我的煮飯嘛 我都一直煮 然後也煮了很多樣 然後也都沒有任何問題 好,那我們就先來第一樣啦 第一樣就是 熱水壺 這個不叫熱水壺嗎? 這不是熱水壺,這是筷煮壺 哦,這是筷煮壺 對,你們知道嗎? 我之前也不知道 我以前舊家 都是用那種直接冷熱水 直接出來的那一種 所以我那時候挑了一個 我覺得很漂亮很符合我們家的 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這個不是熱水壺耶 因為這個是筷煮壺 那我跟你們分享一下 如果是熱水壺的話 就是你把水倒進去 然後它就會在裡面一直煮一直煮 然後你隨時壓下去 它都會有熱水跑出來 可是這個不是 這個是它沒有保溫功能 你知道我剛開始會覺得不太方便 因為它大概煮完沒多久之後 你真的要喝的時候要馬上喝 因為它馬上就會冷掉 就特別是之前冬天的時候 可是我現在就覺得說 其實我一整天會用到熱水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到那麼多 就可能是我們要泡茶 還是泡一些熱的東西 但是一整天會用到的 量跟次數沒有太多之外呢 我覺得這樣也好像也比較省電 原本的那種熱水壺 它是會一直有用電 讓那個水保持在熱的狀態下面 所以這樣又省電 而且它的空間 它的大小大概是一般的熱水壺 一半左右啦 所以很適合小坪數空間 就放在這邊 然後第二個呢 我覺得可以不用買的是 那個蒸飯的電子鍋 因為它就是完全可以被大銅電鍋給取代 對啊 我們這個還買大了 這個是六人份的吧 這是十人份的喔 喔 這十人份的喔 這十人份的 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有點買太大 因為那個時候會買這麼大 是因為就我那時候有一個 廠商合作圖文要燉雞湯 我就去買一個這麼大 但其實我覺得我不需要這麼大 但是它可以有飯 用電鍋煮飯其實也很好吃 對啊 大銅電鍋真的避不了 每個家人一定要有一個 一個蒸飯電子爐 它幾乎跟電鍋的那個功能是重疊 但是這種電鍋它的彈性 跟使用的頻率會更高 所以我覺得第二個就是 蒸飯電子爐可以不用買 對啊 我們一定要有那種 一個東西可以用多種功能的 多種功能的 沒錯 然後第三個我覺得可以不用買的是 微波爐 微波爐的部分的話 我知道說一定很多人家裡 有微波爐用得很開心 如果說你們用得很開心 就繼續用吧 可是對我來說啦 對我來說就是 首先是我們家不夠大 你們看證明已經滿了 像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它已經滿了 就為什麼微波爐會這麼說 是因為大家可以知道說 微波爐先不管它的那個 微波可能很多人會說 可能對身體不好 要離一段距離 那如果你們看 我們空間這麼小 我到底要怎麼離 跟它離30公分 那麼不可能嗎 然後再來一個是說 其實它的加熱的原理是 透過食物裡面的水分 然後讓它蒸發 讓它自動加熱 所以就是為什麼 很多用微波爐之後 就是裡面的 就食物會比較乾 是因為它用的是 食物本身裡面的水分 當然水分被這樣子之後 這個食物的營養價值呢 這個我就可能就 要交給專業的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說 在這樣的狀況下 其實大同裂鍋 它又可以取代微波爐的功能 又可以蒸 它不能東西蒸一蒸就可以吃了 蒸一蒸就可以了 因為我如果水不要加太多的話 其實有時候快一點的話 兩三分鐘也可以加熱好一個牛奶 它用的原理是 就是讓那個鍋子外面的那個水蒸器 讓它用上來 所以大同電鍋等於我們的 電子蒸飯爐 還有微波爐 對 尤其大同電鍋沒有贊助 這個是我覺得 是每一個家庭一定會有的 不用贊助大家就會買了 第四個不用買的 我覺得是氣炸鍋 因為氣炸鍋真的很夯 我覺得幾乎大家都會有一台 但是其實也是考量到需求之後 其實氣炸鍋跟烤箱就是 它的功能太重複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我們買的就是烤箱 那為什麼會買烤箱 是因為我們空間不夠大 然後再來還有一點是說 你看它幾乎所有的空間 都是for這裡面的食物 你們看我的Instagram上面有 我的烤魚 然後我可以烤十幾條的柳葉魚 或者是烤三個輪切的那種鮭魚 我都是全部用這邊 可是如果是氣炸鍋的話 如果說你們家裡有買的話 就是你會知道它真的很大一台 但是它的中間就是可以拿來 放食物的空間 可能就是那一塊 你們懂我在說什麼 就是那一塊 我覺得如果說你的空間真的很小的話 我覺得氣炸鍋跟烤箱 二水一之外 我覺得烤箱 它可以一次煮的食物會比較多 也是啦 對,有個其外的話 我覺得啊 我當初把這個 那個瓦斯爐換成電磁爐實在太好了 好 因為真的很適合就是小廚房 這個電磁爐啊 它就是譬如說這邊在煮的時候 它還有很多其他空間 有時候我的砧板啊 那假設我這邊還放其他東西 放不下 我這邊放一點過來 這邊都還可以 就是有些沒有用到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是平的 所以還是可以被我偷偷來放一些調味料啊 什麼 或者一些菜 什麼之類的 電廚都好清理 沒什麼問題 然後最後呢 我覺得還有一個不需要買的 這也是我的新發現 因為我從小到大搬了四五次家 我大概只有這一次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然後但是還是覺得活得很好的 就是 是 你知道什麼嗎 我知道啊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沒有啊 對 洗衣機 好 趕快帶我們去看我們的洗衣機 該有的 驚奇的時刻 你看我們的陽台超乾淨的吧 那時候原本想說 我們要很快的趕快來買洗衣機 因為要洗衣服嘛 我沒有辦法想像 如果我沒有洗衣機的話 我到底要怎麼辦 因為有一陣子我們兩個戶頭蠻乾的 哈哈哈哈 就是我之前好像有一集分享嘛 就是我們那個裝潢費一付完之後 發現說我褲子只剩下七千多塊 然後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就沒有多餘的錢去買洗衣機 因為洗衣機也是要萬起跳嘛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附近有那種投幣式的洗衣店 超好用的 大家可以洗加烘 然後也滿乾淨的 它會清潔之後再開始洗 對 我就覺得說因為 以我們兩個的衣服量來說 我們大概一個禮拜只要去一次 哈哈真的 對 後面一個禮拜只要洗一次衣服 然後就一次大概一百多塊 我覺得我們生活了這半年來 如果說你跟我們一樣 是住在大概十幾坪出頭的 不管是租屋 或者是就是比較小的家庭 就跟我們一樣 就是拿時間換取空間 就我們想要住比較市中心一點 但是可能坪數比較小的話 我覺得這些是 即使我們有在煮飯 然後又一直在生活中 即使沒有的東西 然後都不會覺得不方便的 五樣家店 那不曉得 愛角門聽完之後 覺得怎麼樣呢 那今天很開心的 就帶大家很快的 再看了一次我們的小家 我真的很喜歡我們家 而且就是 我到現在啊 就是搬家之後 我發現我自己去很多地方 我就可以多睡半個小時 這個對我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雖然很多人會說 我這個錢 怎麼會去買一個十幾坪的房子 但是我自己就是覺得很值得 也和你們分享 就是其實住在小宅 沒有這麼可怕 然後呢 還是可以活得很開心 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裡啦 很不曉得愛角門 有沒有也是住在小空間 小家庭裡面 有一些你自己的生活小朋友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和我們一起分享喔 那我們就很快 下一支影片見吧 掰掰 掰掰 他的行李箱 超大的 其實有些人會擔心說 用這種就是公用的 頭B41機 會不會比較不為神 可以在那邊都有使用前的 內潮洗淨 這是我們的洗衣人生 對 只會脫我行李箱再洗 他就這樣子 就是會放水 然後還有肥皂在裡面洗 就是我們一般自己家裡洗衣機 每次使用前還不會這樣洗 可是這個公共洗衣機 就可以這樣洗 而且沒有在錢包沒關係 因為都可以直接掃LinePay 直接付款 那現在關鍵的那個 怎麼變得很像在幫這個 業配的感覺 可是我們 沒有拿前置證券很好用 很好用